今天我们给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索尼微单该如何选择镜头 我是一个索尼粉 而且索尼相机用了很多年 从最早的卡片机 然后再到奶昔 奶昔我也是第一时间来尝现 感受一下高画质及轻巧的机身 然后奶昔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不错 后来看到有出6300 我就购买了一台6300 包括现在手上都是在用 然后6300又用了几年之后 就在用 我希望有一个全画服务 所以我就在用A7R3 我拍摄了很多 包括我的视频都是A7R3拍的 最近的两期视频 以及昨天晚上的直播回放的剪辑 是目前正在工作的佳能C70拍摄的之外 前面几乎绝大多数的画面 都是用索尼的A7R3来拍摄的 因为我有拍摄照片的需求 所以我并没有选择A7M3 这样的话 视频照片都是OK的 好 其实经常有小伙伴给我留言 就是问赵老师 你的视频这么清晰 你是用什么机器拍摄的 你的直播间是如何来打造的 如何去曝光的 用的是什么镜头 还有就是我是小白 我想拍人像 我应该怎么选择镜头 然后我就是生活随拍 我应该怎么选择镜头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拍什么 我就买一个机身 我应该怎么选择镜头 或者我连机身都不知道该怎么选 那机身镜头该如何搭配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 你选择什么样的机型 比如说一个最重要的财力 就是你打算花多少钱去买镜头 买相机 那其实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可能每个人他的收入也不太一样 甚至是收入一样 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准备花的钱不一样多 因为这个投入产出 这个是有一个比例的 那并不是说你拍了照片 拍了视频 他给你挣了钱 你就有了产出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你拿他去拍了 然后你获得了快乐你就有产出 比如说那有的这个很多小伙伴 他买这个相机呢 为的就是我拍娃或者拍我女朋友 或者拍别人的女朋友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都是他的一些想法 或者还有很多朋友去夏天拍荷花 然后呢这个冬天又拍什么题材 然后又去拍鸟 然后又去拍什么 所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产出 那出来的这个照片就是产出 或者是你拍摄的这个体验 他就是产出 你只要觉得值了 对吧 那这个只要你觉得值 那就值了 所以呢 这个买什么相机 买什么镜头 然后他最终给你带来什么 这个还是要自己来衡量 那买相机呢 我基本上我认为是会有这么几类 第一类就是 我觉得手机不够用了 所以我现在要买个相机 有的人就觉得手机就是比相机好 然后呢 有的人就是觉得相机就是比手机好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无解的一个答案 适合你的才是好的 我们继续来说到今天的这个索尼 我觉得吸引你用索尼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说黑科技 那很多人选择索尼系统 是因为索尼系统 它的黑科技特别多 比如说自动对焦 对不对 或者说比如说在视频上的一些功能 那还有比如说一些高杆 或者是一些就是率先给这个机器里面加入了这个log 那可能都是大家选择索尼的因素 那还有就是索尼呢 是在微单相机当中率先 我不确定是不是最早 就是用全画幅的这个厂家之一 那因为之前莱卡也有用过嘛 所以我并不确定索尼是不是最早的 那么但是索尼是最早把这个全画幅微单推广的 让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一个厂家 所以呢 大家想到索尼微单相机呢 就想到它的apsc画幅以及全画幅 那这也是它两个非常重要的产品线 然后呢 它之前有这种带反光镜的这种单眼拍摄系统 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它并不像佳能和尼康这样 完全割舍不下自己的旧的影像系统 它就是很容易的装饰断壁了 不像这个佳能和尼康这个壁都比较粗啊 很难断掉 所以索尼呢就很快的转到了这个微单系统 而且呢似乎它压宝压对了 那最早大家讲到微单 脑子里想到的就是索尼 索尼相机呢 那我们有两大系统啊 一个是全画幅 一个是APS-C画幅的系统 那么我把它呢大概分成了这个三类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A1和A9是属于顶流的 A7R、A7M、A7S和A7C四个机型的 不管它是第几代啊 它是属于第二序列的 那么第三序列的呢 就是APS-C画幅的就是A6600、A6400、A6100和ZV-E10 就是以这些相机为代表的 那这个里头其实还有比较特殊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A7C虽然在第二序列 但是呢我认为它是在第二序列当中排最后的一个机型 A6600呢 它呢虽然在第三序列 但我认为它是在这一序列当中的领头羊 所以呢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这个就是我认为索尼微单相机 它大概分成了几个序列 那我们知道它有几个序列之后 然后再开始进行选择 我觉得这样才会比较简单一些 这两台机器呢 A1和A9、A2呢 它都是比较高端的机器 也就是说在索尼这个微单相机当中呢 也是属于旗舰级的机器了 不过这两台呢它的方向不太一样 A1呢它是属于比较综合型的高像素高画质高速连拍这样的机器 A92呢它是速度级 那么速度级的一个特色就是像素并不会特别高 因为像素高 然后还要有速度 那这个难度就非常的大了 除非一些怪兽级的 或者是一些这个挤压膏挤爆的这种操作 好我们来看一下A1 那它呢有5000万左右的像素 然后呢 A92它是2400万左右的像素 两个都是堆战式的传感器 所以呢在连拍的时候是没有黑屏闪烁的 A1呢连拍可以达到每秒30张 甚至都已经超越了速度计啊 每秒20张 好那个快门速度都是32000分之1秒到30秒都是有5轴防抖 那么索尼微单相机拍照片的时候它的防抖啊你是可以感受到比较不错的 那相机来拍摄视频的时候这个防抖就并没有那么好了 A1呢是可以拍摄8K视频的在拍4K的时候是有120帧的 那么这两个都是A92没有的 A92它在视频方面呢其实还有很多是它没有重点打造的 因为它认为这个机器可能大家不会用它来拍视频 其实我觉得啊堆战式的这种呃这种传感器用来拍视频 其实有它独到的特色就是拍那种高速的是没有果冻效应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挖掘 但是现在它把A92上面呢并没有加入log曲线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一刀真的是绝了 曲线方面A1呢是有SCD tone以及Slog 所以这两个都是A92没有的 所以说这两个机身都是属于第一梯队 但是呢它的受众完全不一样 所以参数是有蛮大的区别 第二梯队呢我这选择的是A7R4 A7S3 R4因为它是率先推出的四代嘛 所以菜单整个都还是跟三代是差不多的 A7S3呢就是拍摄视频的机器像素没有必要太高 1200万像素 这两个相机之间的区别就是拍摄视频的规格了 A7S3可以拍摄4K120帧 这是它最强大的地方啊 有很多机器拍摄高帧率它的画质是会差一些 比如说它会用更低的码率来拍摄 但是A7S3它的4K120帧呢是可以给你带来非常非常好的画质 所以这个作为升格还是很厉害的 好那另外呢关于这个卡槽也是不太一样 它是CF Express卡A型 目前只有索尼用这种卡的类型双卡槽 它还有比较强大的一点是10比特色深 那这个就真的是太重要了 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A7R3来拍摄视频 那我拍摄了很多器材的评测 包括灯光评测 我就遇到了比较大的困扰 就是我在拍视频的时候 像我身后像现在这样的渐变色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这个视频 我最近的两期视频呢 其中就有一期关于灯光的 你就会可以看到后面的过渡是比较均匀的 但之前我有拍摄过的一些灯光的视频呢 身后的渐变呢 是有断层的像洋葱圈一样 这个就是8比特跟10比特之间的区别了 那么第二梯队呢 还有两个机型 一个是A7M4 一个是A7C 那A7M4呢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机型 那这个是才刚刚推出的3300万像素 比之前的2400万是有提升 每秒时张 拍照方面就不过多说了 就是都差不多 然后呢 有五轴防抖 有翻转屏 4K60帧 这个就很厉害了 因为4K60帧就是我们用到的比较多的 一个高规格 而且有10比特的色身 有美肤功能 还有这个麦克风接口和耳机的接口 你可以认为A7C 它是A7M3的另外一个形式 然后呢 又增强了一方面的性能 所以就是没有了比较大的电子取景器改成小一点点 但是呢 它依旧有它的特色 就是机身更小一些 然后保持了A7M3绝大多数的功能 第三梯队6600和6400这两个机器呢 传感器其实都是2400万像素 没有什么太多说的 然后第三梯队的这些机型 它的快门速度最高 也就是四千分之一秒 虽然是够用啊 但是大家可能熟悉当中的那种八千分之一秒 跟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6400是没有防抖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买6系的机型 它的最高端的就是6600 它跟底下的区别 就是有五轴防抖 4K视频都是6K超材的 1080呢都能拍120帧 但是你不要对这个120帧的画质 有过高的期望 因为画质真的不好 6600还有大电池啊 6100和ZV-E10 为什么放到一起呢 是因为这两个机器 它的机心基本上是一样的 ZV-E10你可以认为是它强化了拍摄视频的一个机器 所以你看参数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取消掉了电子取景器 因为它的那个屏幕呢 为了实现更好的翻转效果 所以把那个电子取景器给取消掉 关于这些不同梯队的机型该如何选择镜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入门平面摄影师 就是你在拍摄平面照片 是你绝大多数的一个使用场景 比如说没有特别多的资金来购买相机 所以想买便宜点的 或者是你觉得你拍摄的这些照片呢 不需要有那么高要求 或者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买相机 因为它产出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买一个相对便宜的机身 但是选择相对便宜的这个机身 我们应该选择哪几款是比较合适的呢 另外呢我们应该怎么选择镜头呢 我还是先从变焦到定焦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推荐入门平面摄影师选择的机身呢 是我推荐选择四款 一个是A6100 一个是A6400 一个是A6600 一个是A7C 就是我在推荐机型的时候呢 我尽可能推荐的都是较新的型号 我没有推荐一些比较老的型号 像刚才这个弹幕当中有小伙伴说A7R2 那如果拿A7R2的画质跟刚才的几个相机比起来呢 A7R2应该是更好的 但是我没有推荐 原因是它的操控感受并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机型有一些过老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可能现在很多情况下只能买到二手 我并不清楚它的这个新机现在还有没有销售 所以我觉得并不算是我能推荐的一个机型 那变焦镜头呢 对于入门级的平面摄影师 我有这几款镜头来推荐 首先我们先说这个APSC画幅的相机啊 腾龙的11到20 然后2.8光圈横定的一个镜头 另外一个是腾龙的17到70 F2.8的恒定光圈的镜头 另外还有一个试码18到50 这三个呢都是恒定2.8光圈的镜头 17到70和18到50 这两个都是非常适合APSC画幅相机的用户来选择的 我为什么在选择标准变焦镜头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索尼原厂的 那是因为索尼原厂的那个变焦镜头 2.8光圈恒定的就太贵了 如果不是2.8光圈恒定的这个标准变焦镜头呢 就太low了 所以我觉得它甚至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中间档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两个另类一点的镜头 一个是腾龙的35到150 这个镜头规格比较神奇 然后光圈呢是从2.8到4.0 好还有一个是腾龙的28到200 这是一个一镜走天下的一个镜头 如果你对于画质要求没有那么高 对变焦要求非常高 以旅游或者是随拍为主 那么你选择腾龙的28到200 腾龙的11到20 这是一个奇葩镜头 就是目前真的是没有竞争对手 索尼原厂有一款1018 那那个镜头之前很喜欢 但是就是价格也不便宜 然后光圈也不大 只有4.0 其实说到入门级平面摄影 它的定焦镜头的选择方案呢 我还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作为入门级 就是选择性价比 那因为我们可能很难去花大价钱 买一颗我们认为十全十美的镜头 当然十全十美镜头也是没有的 就是较好 或者是各方面都比较好的镜头 我觉得作为入门级的摄影师来说 做这样的决定非常的艰难 因为这样的镜头价格都比较高 然后我还是建议大家综合来应用一下 好 像我给大家推荐的 给APS-C画幅推荐的就是三款 就是围桌式的231.4 331.4和561.4 一会儿会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三颗镜头 如果是全画幅的呢 就有围桌式的241.8 351.8和501.8 以及851.8 好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6300 那大家可以把它看作是索尼6系列相机的一个机身 那其实这种机身呢 我们就最好给它搭配一个小型一点的镜头 像我这个搭配的就是围桌式的231.4的一个镜头 所以非常的小巧 那关于样片呢 就是23毫米出来的这个样片呢 我昨天已经在富士的卡口的这个相机镜头推荐当中 给大家介绍过了 所以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发布的最新的一个视频里面有介绍 大家可以看样片 那我推荐就是APS-C画幅用的三个镜头啊 23 23 33 以及56 那么这三个镜头 这三个镜头分别等效的是35 50 和 85 为什么推荐为说是给这个APS-C画幅的入门级的相机使用呢 原因是索尼它原厂的 APS-C画幅的相机的镜头可选余地 非常小 就是大家不难可以看出啊就是 APS-C画幅的相机当中索尼他投入的精力真的是比较少 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到了 全画幅的这个机身上 所以呢 在全画幅这套系统的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镜头也非常的丰富 就是他原厂的镜头就非常丰富 那副厂镜头也非常丰富 但是在APS-C方面呢 原厂镜头也不丰富 副厂镜头也不丰富 那因为维着是最早是给这个 富士出了这三款镜头 就是我们先看到的 另外的一个卡口呢就是索尼的E卡口 现在也是在他机身上可以这样来使用 所以非常方便非常轻便每个镜头就是1000多块钱 如果你的机身 是四五千买的 那么 不到2000元 买一个镜头 是比较划算的一个选项 那么三个镜头加起来可能也就是机身的一个价格 所以这个是 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那如果是这个全画幅呢 我拿A724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全画幅的 虽然我这块推荐的是A7C啊 好这是一个全画幅的一个系统 这个是24 然后呢 这个是 35 这个是50 然后这个是85 也就是说这几个是属于性价比系列的 那么如果你要是属于 想 以比较低的价格 获得 大光圈的镜头的话 是有这几个 它是刚好是一个套系的 比如说是24 好 这样的一个镜头 也就是说241.8 这种比较常见的24规格 那原厂也有 但是原厂的24呢 要么光圈太小 要么是光圈很大1.4的G Master的镜头 那么就是一个你可能会觉得 本身它就是广角了 然后又没有大光圈 用起来就 不太方便 就是我们 至少是需要它有一个1.8吧 用起来才比较好 那如果要是光圈太小了 可能会考虑到 在入光的时候 或者是在虚化的时候 它的表现力不佳 然后那只1.4的镜头呢 非常非常好 除了价格 除了价格以外 其他都非常好 好 然后呢 这里还有35 35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35的这个体积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跟这个24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挂机镜头 一会儿会给大家来看样片啊 看样片 好 这个就是 35 351.8 35呢 索尼的镜头其实蛮多的 但是呢 索尼 关于35这个镜头呢 要么是2.8 对不对 就2.8那个是不是有一点太小了 另外呢 就是35的1.4 的老板 那还有现在351.4的新版 呃 这三支镜头我都是用过的 351.4新版特别好 价格特别 梦幻啊 好 这个是351.8的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标头 说到这个标头 这个501.8这个标头呢 我就特别有话要说了 因为索尼原厂的501.8呢 确实是有点令人失望 就是那个镜头 确实是出的比较早的镜头 但是那个镜头 它的这个画质呢 以及用的技术都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501.8呢 我还是不太认可 因为出的比较早了 那是索尼最早出的全画幅的镜头 就是标头系列501.8 我是个人不太认可那支镜头的 好的这个 维桌式的这个新款的应该是 最近会发布 所以我觉得 我有对比过他们之间的画质 这个是 远超索尼的那个原厂的501.8 这个是少有的 这个副厂能打败原厂镜头的 然后索尼还有另外一支 这个标头就是551.8 那个镜头我有 镜头比较小 但那个镜头呢 稍微缺乏一点点性价比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全画幅上 你还想用到50的话 它有一个50 1.4和501.2 那两个镜头都非常好 也都非常贵 然后也都非常的重 甚至已经 重到 特别是那个501.4 我觉得已经重到 超越了我对于全画幅机身 安装镜头以及选择镜头 我的一个认知了 我认为它不应该是 不应该设计那么大 因为它当时才做到了1.4 另外的一个就是这个 85 另外一个是85 这个85呢 因为有众多规格了 就是比如说富士 尼康也有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索尼的版本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索尼的这个 85 1.4 确实是比较好 好 这个就是索尼 卡口的一个 围桌式的 85 1.8的镜头 一会也有它的样片 来跟大家分享啊 视频创作摄影师选择 什么样的机身和镜头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 拍摄Vlog来说 那我们知道这个 现在索尼相机非常的火热 拍摄Vlog的人也很多 然后呢 拍Vlog的时候 怎么选择镜头呢 其实我觉得 超广角 是 很厉害的 就是 如果你有自拍的需求 超广角 基本上是必备的 必备的镜头 不管是变焦还是定焦 但是 很遗憾 我们一直 很难找到那种特别完美的镜头 那一会来跟大家来说 还有就是机身 这个机身呢有几个素质啊 一个呢就是 自动对焦要好 那有很多的相机 它画质都不错 但自动对焦不行 然后 看的人很着急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 它最好有翻转屏 因为拍Vlog的时候 如果没有翻转屏 我们很难看到自己 只能估摸着拍啊 有的时候失焦了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曝光不太OK 你都不知道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推荐的机型 推荐的机型呢 就包括像 6600 ZV-E10 和 A7C 6600呢就是 在APS-C画幅当中 画质比较好的 然后呢 有翻转屏的 ZV-E10是现在比较 进阶的 然后白色机身很漂亮的 刚才说到的 如果推荐这个拍摄 Vlog的话呢 最好是可以自拍 那其中 推荐的这个 围桌式的定焦呢是 13毫米F1.4 这个是未上市的 但是我手上有样机 一会儿给大家 来展示一下 另外的一个呢 就是 围桌式的23 1.4 和56 1.4 以及全画幅的24 1.8 那这些是 定焦 然后呢 索尼的一个原厂的定焦 是20毫米 1.8 好那我把这几支 镜头 拿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就以手上的这个6300为例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APS-C画幅的相机 选择这个 镜头 那刚才有说到的是这个 13毫米1.4的这个镜头 13毫米1.4的这个镜头 昨天呢我们在视频当中给大家介绍了 富士的那只镜头 那今天我们又拿到了索尼的版本 这是索尼版本 这个是没有发布的镜头 我现在 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这个镜头在安装上之后呢 是 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这样的机身 跟它搭配 那 这个规格还是很少见的 就是13毫米1.4 那它等效就是20毫米 所以呢 你可以认为 用它来进行自拍 是可以取得到等效全画幅 35毫米当中的这个20毫米的大光圈的 镜头的感受 所以我也用它自拍过 我觉得 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感觉非常好 而且这个镜头呢目前市面上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竞争对手 就是13毫米的 1.4光圈的 这个是E卡口的 昨天的富士的卡口也有 后面还会出什么卡口 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只是一个样头 那如果喜欢 就是用APS-C画幅 索尼相机 有自拍需求 还希望背景虚化比较好的 有这个弱光环境下拍摄的 强烈 建议等待一下 这支镜头的上市 那另外呢 就是 23毫米 23毫米 就是在你 拍摄vlog的时候 除了拍摄自己啊 你还可以去拍摄一些其他的画面 那你不知道选择什么题材的时候 你就直接选择这个镜头 13 23和56 这三只镜头是比较推荐的 然后还有一款镜头 还有一款镜头是 索尼的 20毫米的 1.8的这个镜头 这个也是推荐的 如果你用的是全画幅 A7C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镜头 然后呢还有一款 维桌式的241.8 那他在全画幅的机身上 来拍摄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就是 脸稍微 大一丢丢 脸会稍微大一丢丢 好就是 这个搭配啊 这个搭配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搭配 用来拍视频 就是 很多婚礼即时摄影师会选择这个焦段 24毫米的大光圈 然后拍摄有特别有临场感 所以如果你拍摄的vlog是那种 很有临场感的这种视频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镜头 然后价格也并不是很贵 就是2000出头的 这样的一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拍摄 vlog的过程当中 我推荐大家对于相机的一个选择 我们继续来看啊 如果是进阶平面摄影师 就是如果你拍摄平面的 这个照片 然后呢 你又是进阶级选手 你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然后该怎么来选择呢 首先先来看机身 我们从高到低写 就是A1 A9 A7R4 A7M4 A7C 和A6600 有第一梯队 也有第二梯队 也有第三梯队 先来看变焦镜头 那么这个变焦镜头呢 24-70有几只 然后呢 索尼的这一只呢 并不能说是实权实美 但是呢 的确 它有它的优势 它有它的优势 还有一个就是 腾龙的 28-75 镜头 腾龙28-75镜头呢 这个镜头 也是一个标准变焦镜头当中 比较方便的一个 比较方便的一个 这个镜头已经出到第2代了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 标准变焦镜头 你有比较 比较便携的需求的情况下 大光圈镜头 如果你还希望它比较便携 那么这个可能是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 这个就是 变焦镜头 那关于这个拍摄照片的这个定焦镜头呢 其实就有几个选择了 一个呢 就是 我们先从 广角开始说 画质比较好的 来说 索尼的241.4 那么这个镜头是 是一个神头 索尼241.4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24毫米的镜头 因为 光圈 很大 然后又是24毫米 但是这个镜头 如果你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 训练你可能比较难驾驭这个焦段 那另外的一个呢就是35毫米1.4G Master的这个大视镜头 这个镜头 几乎零缺点 也不是几乎零缺点 就是 价格可能是缺点吧 虽然我没有说是谁的缺点啊 试码的401.4的镜头 这个是ART系列当中 很特殊的一个镜头 所以我认为40毫米呢 这个镜头是一个 很有趣的选择 它有一定的进射的能力 而且呢 它跟35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然后50毫米呢 我推荐的是50毫米1.2的 G Master的这个镜头 画质非常非常好 然后价格 非常非常 什么什么 大家自己填空 好 另外的85的呢 这个我推荐了一个是 适马的85 1.4 因为索尼那个 85 1.4呢 它的这个 锐度并没有那么高 好 这个是前面推荐的这些是画质 比较好的一些镜头 然后接下来是性价比镜头 一个是围桌式的 20毫米1.8的一个手动镜头 20毫米 1.8的一个手动镜头 那这个镜头 其实是 如果你对于 风光摄影 或者是视频拍摄 然后你想拍摄一些严肃题材 还想要比较好的画质的话 那这个镜头是强烈推荐的 因为 在 副场的镜头当中 副场的镜头当中 把这个焦段做好的 还不是很多 而围桌式的这款镜头呢 还真的是用料 非常扎实 一个镜头 然后他很有意思的是 他这前面这个遮光罩 全金属这个遮光罩 是有两款 一款是莲花头的 一款是这个 圆形的 然后上面是可以安 这个82毫米的滤镜的 然后这个 这个镜头呢 前面的镜头组就是这个样子 一会会给大家看样片 大家会看一下 就是 因为他是手动的 所以拍视频的时候 拍摄一些严肃题材 以及拍建筑的话 那么这个20毫米的 1.8的 镜头呢 是很有性价比的 很有性价比 就是你对于这个 自动对焦没有什么 过高要求的话 这个镜头是很推荐的 另外的一个呢 是241.8 还有 维桌式的351.8 和501.8 和 85 1.8 这几个镜头 那么这几个镜头呢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几个镜头 这几个镜头 是在 全画幅当中 就是我们如果选择高性价比的 刚才 我说过的那一些 是属于超高画质的 性价比的就是 这几支 就是 这一支 24 这支 35 这支 50 和这支 85 然后优点呢 就是买起来并不费力 都是2000来块钱 所以呢 1.8光圈 然后呢 又比较大的光圈 然后体积控制的呢 其实是 比较好的 因为 光圈一旦来到了 全画幅当中的 1.4呢 它的价格肯定也就不便宜了 所以1.8呢是 体积 画质 以及价格上面 比较好的一个 搭配组合 另外的一个就是 进阶视频摄影师 这个呢 推荐的相机是 A1 A7S3 和A7M4 目前 这几台相机就是 索尼 微单相机当中 拍摄视频比较强的几台相机了 镜头依旧没有推荐 跟昨天的 理由是一样的 就是拍摄视频的朋友 又是到了进阶级别 那拍摄题材就各不一样 每一个题材有每个题材特别适合的镜头 那这个里头可能就 很难做出一个综合的推荐 好 我相信大家有自己的答案啊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索尼微单相机 机身跟镜头搭配的时候呢 我们来关注一些样片 建立一下我们对于这个 机身 机身和镜头之间搭配使用拍摄出来的效果 首先呢 是这个 20毫米 20毫米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就是对他会有一些陌生的 但是呢20毫米他 用好了拍摄出来的画面是很有冲击力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 是我在桌子上拍摄的一杯甜品啊 就是他的 透视效果 是广角的透视效果 但是他的这个 背景虚化呢 却是广角镜头最不擅长的 背景虚化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拍摄这样的内容 因为我们一般拍摄近摄的内容啊 通常都是什么 90到100毫米这种微距镜头来拍摄 但是这种镜头拍摄 后面背景胶带的就太少了 后面背景其实很窄的 那你可能没有展现出太多的背景 这样背景是可以虚化 但是背景的视野太窄了 而用20毫米拍摄呢 他的视野可以很宽 就是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环境 然后还是虚化 所以这个 就非常的神奇啊 20毫米1.8 那就可以来拍摄这样的一个 画面 这个是在西安的永宁门 我站在永宁门的这个入口的旁边拍摄的 其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光线已经很弱了 然后我在拍摄的时候呢 是晚上 手持 就是 大家可以看灯 其实已经亮起来了 然后呢 天还没有完全黑 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架三脚架 当然可以 但是你在旅游景点 拿三脚架呢 就 有的时候有些支不开啊 或者是我们在 这个边走边拍的时候呢 比较影响我们 这个旅行的进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是大光圈镜头拍出来的效果就非常的好了 然后呢 这个永宁门也是一样 就是很多时候这种广角镜头在拍摄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到别人的前面 你不需要离得很靠后 然后呢 那在光线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用它来进行拍摄 那拍出来的这个 照片 也是 画质会比较好的 像这个永宁门的这几个字啊 大家 在右侧可以看到它放大的这个永宁门 这几个字呢是生锈的这种质感的 并不是说拍出来的这个 画质不好 是它这几个字就是那种 像 上面有一层铜 然后生了锈的这样的感觉 这个是我在回民街扫街的时候 用35毫米的镜头来进行拍摄的 35 1.8 其实是全画幅当中 一个比较好的扫街的一个焦段 那这个呢 是我直接拍摄的 然后对焦呢 对的就是那一碗 凉瓶啊 西安的经典美食凉瓶 好 那作为35毫米的镜头 如果要是光圈大了的话呢 其实给你扫街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拍摄的体验 就是比如说 像1.8的光圈 就已经很可以了 像一般的 很多来卡的朋友呢 他们不会用太大光圈的35毫米的镜头往往是2.8 2.5这样的 甚至4.0这样的镜头来进行拍摄 但是1.8呢 就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这个拍摄的体验 35毫米呢 除了介绍了这个主体之外呢 对于场景的 描述其实也是不错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画面当中 它的整个场景 也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35毫米在扫街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离近一些 他就能更加专注一些 就像这个环境也介绍了是一个卖核桃的 老汉 然后呢在拍摄的时候我是把焦点对到他 手的这些核桃的这些地方了 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些铃铛什么的 然后我并没有拍他的人 有他的胡子也入境了 所以35毫米给大家带来的这种 大光圈的 对画面的 介绍就是让我们可以了解环境 但是呢焦点处以及你要突出的这个主体呢 又非常的 清晰 35毫米拍人其实是蛮不错的 就是 你会觉得拍摄的这个距离是很舒服的 你既没有侵犯到对方觉得离得很近 你也不会说是我距离非常远 才能拍得到 这个是在一个咖啡厅当中 纯自然光 它的旁边呢是一个大型的落地窗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35毫米在拍摄的时候用最大光圈 1.8拍摄的时候背景的虚化呢是刚刚好 没有说虚到 什么都看不见啊 那 很多人都说85虚化效果好的确是这样 但85的拍摄的距离主体是需要稍微远一点 而且呢 85如果你用很大的光圈拍摄后面的这个 环境介绍的就有点太少了 所以说35毫米拍摄人物介绍环境 是非常不错的 50毫米其实就是 非常的平和 它的视野会比 35毫米还要再窄一些 50毫米呢 经常叫做标准镜头 那其实标准镜头并不容易掌握 就是很多朋友 在一开始用 一开始学摄影的时候 50毫米其实是 最常用的 而且50毫米的定焦镜头通常也是最便宜的 比如说 这个50毫米 1.8的这个镜头 50毫米1.8这个镜头 然后用最大光圈 来拍摄 我们看一下他能实现的这个效果 这个小女生 我就坐在他的对面 然后来拍摄 这个是在室内 灯是在他的上方 我用的第一个镜头 就是50毫米 所以呢 我用50毫米拍了 很多很多的这个照片 大概有上万张照片 所以我对50毫米还是 很熟悉的 然后50毫米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室外 身后几个是条状的LED灯 组成的图案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背景虚化 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小女孩 她的眼睛处的合焦的情况 这50毫米 其实你不太用担心 大光圈 它的这个焦点处的这个 情况 那接下来就是85毫米 85毫米 85毫米是拍人的一个经典焦段 特别是拍女生 那很多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皮肤好一些 然后呢 希望这个 自己看上去能更漂亮一些 然后呢 很多老法师啊也用85拍摄 那85为什么适合拍人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 他从左侧的这张照片就是他 完整的85毫米拍出来的 右侧是焦点戳的放大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85毫米在拍摄的时候呢 深厚的这个背景虚化是很漂亮的 比如说我们放大 你会看到这个绿色非常舒服 后面其实是很杂乱的这个 树叶啊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来 对比一下 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选择85 到底是1.2 1.4 1.8 还是2.0 还是2.8 怎么来选择 其实2.8已经能获得不错的虚化效果 你如果希望背景虚化很漂亮的话 就像 我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的话 那它是85 1.8拍摄的 如果1.4 背景虚化将会更好 但是1.4跟1.8之间呢 价格会差的 非常非常远 85毫米 索尼就有两颗 一个是 85 1.4 G Master 大视镜头 一个是 索尼 85 1.8 性价比 镜头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试码 的85 1.4的 art的新款比较轻巧的镜头 还有围桌式的 85 1.8 这些镜头 来供你选择 那索尼 G Master 镜头呢 非常不错 呃 当然他 除了这个 画质不够 极度的 锐之外呢 啊 还有对焦速度不是很快呢 那其他没有什么太多缺点 另外一个就是价格比较高 好那毕竟 这个85毫米 对焦速度快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好 刚说他是很困难 来到索尼的85 1.8身上就不困难了 因为85 1.8对焦很快 嗯 然后呢 背景虚化呢 离1.4是有差距 但是呢 价格便宜很多 但依旧便宜不过 这个 维桌式的85 1.8 那维桌式85 1.8是对焦速度又快 然后呢 价格就更便宜 因为只有2000多元 所以这个是特别有性价比 然后试码的那个85 1.4 不错新出的 背景虚化的 它的研发的方向和索尼的85 1.4不太一样 对 我只能说不太一样 不能说是谁好 只能说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就是这几个镜头之间的区别 那你在选择85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比较 但是有一点需要提示 就是长焦镜头 比较容易实现出比较有好的画质 所以对于国产镜头来说呢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就是在你没有特别充足的资金的情况下 维着式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会去选择 索尼的85 1.8 那在选1.8的时候呢 我直接就是要么是性价比的 维着式85 1.8 要么就是 在试码的 和索尼的85 1.4里面来进行选择 当然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投入啊 刚才呢有几个我是说到了 这个不同的焦段 有20毫米 有35毫米 有50毫米 还有85毫米 那其实 拍人应该怎么拍呢 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焦段呢 我这有两张照片 一个是24毫米 一个是85毫米 我都拍摄 各拍摄了一张照片 然后本身我是希望把两个的人拍的一样大 后来我发现很困难 我都让这个女生做了同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我拍摄照片的时候 距离这个女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用24毫米在拍摄的时候 我离这个女生是很近的 我几乎是快贴到了这个女生的手上了 我用85毫米拍 就我就往后退了很远 这个画面呢 可能他的用手的这样的一个构图呢 就更适合用24对不对 因为好像有这个构图一样 把自己的头就框到当中了 85呢就不能完全框到当中 然后大家可以看背景的虚化 最远处 的这个一片小树林 那24毫米 它的虚化肯定是 没有那么漂亮 用85拍呢 后面这个虚化的效果就比较漂亮一些了 24比如拍到天花板的一些 藤条 但是呢 85呢就更加专注一些 他把环境介绍的就更少 你其实不知道他 头顶上还有这样的藤条 所以两个镜头他使用的场景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镜头呢 的确是如果都有的话呢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有意思一些 比如85可以拍摄一些 复制很好 深厚背景虚化 比较好 就是这个女生可能不太懂 然后但是他一看这个照片就会觉得 很漂亮 24呢 就是的确有一些私心啊 24拍摄的时候你可以距离这个女生近一点 距离 产生美 对不对 这些就是今天跟大家说的内容了 那明天呢 我会跟大家来介绍 尼康微单相机 该如何选择变焦镜头 以及选择定焦镜头 因此发生了